一張來歷不明的DVD 裡面竟然收錄了一條恐怖影片 片段中是隱藏了無數個令人難以理解的暗號 究竟這些暗號要帶給我們什麼啟示? 片段又是不是跟神秘莫測的暗網有關呢?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Professor Papa 2015年10月 瑞典一個科技網站的負責人John Eric 收到了一張郵寄到他家的DVD 張碟上是一條以Base64寫成的罪號 起初John以為是軟件公司寄來的產品 於是就打開了DVD來看 他猜不到的是DVD裡面 竟然是一條長約兩分鐘的黑白影片 畫面中有一個穿著中世紀瘟疫醫生服裝的人 他站在一個疑似是廢墟的地方 做著很多意義不明的手勢和動作 伴隨著的是背景中吵吵的雜音 之後John Eric就在自己的網站上寫了一篇文章 描述了自己的奇異經歷 同時開始調查片段的內容 影片跟手被轉載到世界各地的網站 以討論區Reddit的Creepy版為首的網民 對影片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起初是有網民認為片段中的瘟疫醫生形象 有可能是暗示了未來會發生生化危機 又或者是全球流行的疾病 也都有人說 這條片是秘密的特工機構用來聯絡的方式 不過如果以上假設屬實 將片段發送給一個無關的科技網站的負責人 又有什麼目的呢? 很快網民也都發現 早在五個月之前 就有一個名為AETBX的頻道 將同一條片上傳到Youtube 影片標題和簡介都是一堆零 同一組成的二進制代碼 分別可以翻譯為西巴牙文的死亡 以及你只剩下一年時間 AETBX這個頻道的負責人 拒絕承認自己就是影片的創作者 失去了這條線索的網民 只好繼續對影片中的暗號進行解鎖 首先DVD上面的一連傳最號 其實是可以被翻譯為11BX1371 它都因此被網民視為是條片的正式標題 而透過分析影片的聲音指紋頻譜可以見到 背景噪音裡面隱藏了一句說話 You are already dead 除此以外 在其他時間段的噪音更加是可以轉換為恐怖的相片 包括是一個尖叫緊的人 以及一些類似人形的圖像 除了聲音之外 原來畫面中都隱藏了不少秘密的 在其中一幕 我們見到一連串不知名的文字 將它解鎖之後是可以得到 新的秩序正在升起 加入我們否則你會滅亡 病毒將會廣泛傳播 它必須被停止 我們要將它建立成牢固的岩牆 13Annie50將會燃燒 不少網民認為最後出現的13Annie50 是有美國國旗13條紅白眼條 以及50顆星星的意思 因此推測片段是暗示了美國將會發生大瘟疫 當然也有懷疑論者覺得 影片只是惡作劇 或者是市場的手法 不過無論如何 這個謎一樣的事件 都在很短時間之內 轟動了整個網絡界 就連美國的主流傳媒都有報道 有報章更加形容這個事件 就有如恐怖電影 五夜空靈中的情節 令人無骨悚然 究竟影片中還有多少秘密 是我們不知道製作影片的又是什麼人呢? 下一集我會繼續跟大家講解 接下來我會做更多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上Facebook給個like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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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